2007年17大後,周永康晉升中央政治局常委 但他其後因為涉貪,2015年被判無期徒刑 官方星期四發表文章,首次透露周永康 以及同樣被指涉貪的孫政財和令計劃等 為求上委不惜賄選 文章指,在中央領導機構選人用人上 17大和18大採用會議推薦方式 但就出現漏洞,有人會拉關係、講人情、影響選舉 消息指,透過操控選舉,周永康晉升為政治局常委 而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,票數就明列前茅 去到18大時,令計劃與周永康合謀 對投票的官員花功夫,試圖推令計劃入選政治局常委 但到了19大,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就撥亂反正 他在今年4月至6月就進入政治局人選和晉升常委人選 分別與現任黨和國家領導官員、中央軍委委員 黨內資深成員談話聽取意見 其他中央高層也召集聽取政省部級、政戰區級 18屆中央委員的意見 事實上,除了周永康等人被指賄選外 過去有不少人大和政協都被揭發其身不淨 當中內地政府委任的政協委員 被指是一個藏污納舊的地方 有學者認為應該檢討和改革政協的委任條件資格 並公開委任准責,維護這個國家最高諮詢架構的權位 ONTV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 評論多